中共对台文工武贺矛头对准经贸领域 中共商务部12号公告 即日起针对台湾展开贸易壁垒调查 一共涉及2455项商品 包括农产品 矿物化工及纺织品等 调查可能延长到2024年1月12号 中共国台办称是台湾单方面长期限制中国产品进口 真是如此吗 经济部长王美华表示 针对在没有影响国家安全 对经济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的事项之下 就可以开放进口 所以我们到现在也开放了9800多项的进口 那两岸在2001年跟2002年加入WTO的时候 并没有就相关的货品进行相关的磋商 所以情况就是一直到现在 根据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声明 台湾对中国物品进口按照两岸贸易许可办法 事实上已经核准9835项中国农工产品进口 责派公告后应该通知我方 但至今尚未收到通知 国贸局强调 两岸的经贸互动是互利互补 中方不宜将贸易议题复杂化 工具化 干扰全球经济发展 农委会回应 两岸加入WTO过程中并为旧市场开放协商 考量我国农业发展 农民利益及防检疫安全保留部分项目进口 陆委会也声明强调 陆方进行贸易壁垒调查 图征业者之干扰 无助两岸贸易进一步合作及发展 因为这个主要是他要不要来跟我们磋商的问题 那我想经济部的立场就是 经贸的往来应该要这个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处理 那如果在不设前提之下 那这个中方要跟我们来磋商 我们也愿意来跟他做磋商 有业者猜测 中共下一步可能借故取消ACFA 影响层面可能扩大 有其贸易调查结果时间 恰好正值总统大选 使基点分外敏感 不排除政治因素操作的可能性 新台阶市黄亮杰 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导